憂鬱症不但會帶給患者生理和心理上的影響 也會對家庭跟整體社會造成巨大的衝擊 台中市有一名65歲的陳小姐患有憂鬱症 長期服用抗憂鬱劑、抗焦慮劑跟安眠藥都沒有明顯改善 而且經常出現頭暈、睡眠中斷等症狀 因此決定到中國醫藥學院副社醫院中醫部就診 經過五個月的治療後 陳小姐的睡眠品質和憂鬱症狀已經明顯改善 睡到時冷冷冷冷一小時、兩小時 不知不覺到天空我就覺得我有睡著 最豪宅如果有睡落臉 第二天我不會全身痠痛 如果睡好睡有睡到沉 我整個第二天就有的慾望 我要去做什麼 那個感覺我精神很好 中醫部主治醫師陳亮宇表示 傳統的中醫理論中認為身與心是一體的 所以當人體內的血氣不足時 睡眠品質和情緒就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所以就利用大早、甘草、浮繩等中藥材 幫助病人調理體內血氣 再搭配針灸治療 減輕患者的憂鬱症狀跟睡眠困擾 現在在公園運動這些太太都 我年紀都說 都不會睡著 我現在都跟他說 用針灸真的有效 我已經快半年了 都改善很多 我現在會睡著 我就一直想要來做什麼做什麼 要去做了 醫生也呼籲 當身邊出現憂鬱症患者時 要多關心、多傾聽 陪在他們身邊 讓他們感覺自己並不孤單 並且積極地鼓勵他們就醫 讓患者知道 接受治療能有效地改善症狀 讓病情好轉 才能擁有健康快樂的人生 記者陳文旭、楊靖、台中報導 接受治療程 寬善症若 視聴那種 寬善症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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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